謝謝主席 有請教育部部長 政部長 有請政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今天真的很感謝 我們的招委安排這樣的議題 我想所有的官員也應該都是 把我們的學員 學童 都當成我們自己的孩子在 關照 但是近期真的有很多事件是需要我們關心 首先 本席昨天接獲家長陳晴 有一名涉案的未成年 兒少姓偽謝前科的人士 違法入境來台 移民署接獲了 AIT的通知緊急發函 據網傳的 一個公文 當然密件公文 是不要外傳的 但是就網路就開始傳出去了 那 12月4號的時候 教育部好像有發函說 要請各級學校補習班 要來清查 是不是曾經聘任或運用 該名人士 這個字還用的很特別 聘任或運用 請教一下部長 目前全國各級學校補習班 是不是已經清查完畢 有沒有 這個縣市教育局清查的結果 還有學校補習班的回報 有沒有這個性侵 性偽謝前科的外籍人士 被聘用的紀錄 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確實有發這個通知 要他們提醒我們所有的學校 提醒很棒 我說有沒有完成清查 就是 發委員 因為外籍人士要聘用進來的話 必須要提供那個 類似良民證這樣的一個申請 對啊 我們知道啊 所以我們在 所以為什麼需要發這個東西呢 你們應該知道沒有啊 你為什麼還要發 但是我們還是會去提醒 所以說是通知 提醒各位 所以就不用清查嗎 那現在清查結果通知完了 清查結果回來了沒啊 因為你們也覺得 可能有漏洞有黑數嘛 是 發委員 因為是通知 那因為是在系統上 在申請的時候就會擋掉 那有些是因為部分縣市政府 他們比較擔心 自己會進行清查 那所以到底我們能不能確保 他沒有被運用 沒有被批認 教育部能不能在此確保 如果從我們 不行嘛 從機制上是應該會擋掉 因為他不應該去違法批認 那能不能確保嘛 對嘛你不能嘛 那有沒有 什麼時候會完成清查 有沒有定一個deadline 如果委員覺得 我們需要 那我們也可以請各縣市政府來清查 但是只是說 會不會每一次因為有一位進來 然後我們就每次都去啟動 不是 現在這一位因為有這個 這個密件的這個問題 家長非常憂心 好 那是不是三日內可以協助 我覺得不是把這個責任就丟到地方 那教育部是不是已經清查過內部 沒有這個聘用紀錄了 你們自己內部清查過了嗎 沒有 清查完了嗎 我們是系統上面是沒有 沒有這個人 對 所以你們自己已經完成自己的清查 是不是各縣市政府 聘任的因為是在縣市政府聘任 所以如果有需要 必須要請縣市政府來協助 好 這個還是希望你們三日內要確認 他是不是有受雇於任何學校或補習班 我覺得從你們內部的資料去確認 當然外部的有回顧有有交出資料的 你們就進行統整好不好 三日內部長可不可以允諾啊 謝謝委員關心 我想這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從系統從地方 大家合作再不進一步的確認 你提到系統兩個字啊 我覺得未來這樣的事件 我覺得這一次要稍微檢討一下啦 就是說未來有沒有一個更快速的清查機制 這個我們未來再來討論 接下來我們討論今天電子煙的這個議題啦 部長 我想這個校園電子煙犯案的議題 很多一線教師家長都非常擔心 煙愛防治法明令禁止電子煙已經一年多了 但是呢電子煙顯然沒有絕跡 那甚至還有昨天媒體報導 一名未前年高中生 在IG上面貼了一張圖片 然後說你要什麼牌子口味的文字呢 就被認定有販售意圖 被開罰20萬 那當然如果他確定有這樣的意圖 他甚至有這樣的行為 當然不應該要開罰 但是也許會不會有一些年輕人搞不清楚 這個玩笑的界線等等 我想確認一下這個教部有沒有 這個掌握20歲以下 因為這些不理解還是亂搞 誤促了這個罰網 有沒有相關的人員數額金額被罰款多少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掌握啊 這未成年啊 他這個搞不清楚狀況啊 我同意委員剛才所提的 確實有一些青少年 他自己同儕 就是開玩笑 對有那有沒有掌握20歲以下 觸法人數金額 這一個部分我們確實目前是 我們沒有沒有這個 掌握一下一週內提出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學生在成長當中啦 教育部的責任就是要協助他們成長 那所以我們應該要掌握他們的這個狀況 可以嗎 一週內提出20歲以下 好 好不好 那有需要跨部會配合再配合一下 那另外呢 我想剛剛非常多委員都提到了啦 這個件數真的是 低於遠低於我們所了解的電子煙的現況 不然我們就不用有今天的專報 但是教育部長 你真的了解現在的這個情況的這個 這個嚴重程度嗎 高中子以下學生 你知道多少人裡面就有一個人 對 說自己有吸食電子煙 你知道這個比例嗎 我們都知道人數啦 什麼8萬人10萬人 你知道是多少嗎 比例是多少嗎 大概 跟委員報告 校園內裡邊確實我們學生是 比較少的 110年就是8.8%了 今年很可能就已經破10%了 照這樣計算起來 10個人可能有一個人啊 如果我數字有錯可以更正好不好 因為後面有人搖了歪了一下頭 但是大家要掌握這件事 不要看成8萬10萬 你可能不理解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啦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 你說欸這個外面有888 8萬10萬 只有38件 這個當然我還是要非常感謝第一線教育人員有警覺心 而不是零件嘛 他們還是找到一些 但是這很顯然是通報機制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今天可不可以允諾啦 因為其實呢使用電子煙並不是明定的校安通報項目 這個通報機查的這個整個過程也非常模糊不清楚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今天可不可以當場允諾對高中以下的校園吸煙的案件 包含使用電子煙的案件 無論是透過現有的校安機制或其他方式 可不可以明定一個明確的處理機制通報流程 SOP 畢竟教育現場的通報 是不是能夠啟動後續轉嫌機制 通報是最重要的關鍵 這個可不可以允諾 不然我們全縣的人員家長搞不清楚啊 跟委員報告 我們確實在許多校園的一些煙害 或者相關的一些暴力的一個是有SOP的 那我們現在是電子煙專報 電子煙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都是在煙害房子裡面的一個系統 有沒有通報機查 我們本來就有通報的 那是不是校安通報的項目 就是校安 當然一些都是屬於煙害房子裡面的一個 其實我在這裡問喔 雖然我們國會改革法案 這個遇到一些挑戰喔 我們還是不 我們是不認為官員可以說謊的 使用電子煙到底是不是明定的校安通報項目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們後面的同仁是搖頭說 不是 你剛剛跟我說是 到底是還是不是 差了2100費的數字 到底是還是不是 顯然就是通報有問題嘛 十分之一的人 一般十個人裡面有一個人有電子煙 還不算黑數 你只有38件 是不是通報出了問題 是不是沒有包入校安通報的機制 是還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目前通報的部分是針對學生的人身安全的部分 對嘛 所以沒有電子煙部長 所以這塊可不可以允諾 要有完整的通報機制 可以嗎 回去 好的 我想他既然是法令上禁止的 我想要有 謝謝啦 我們要灌注學員 再來 訴發部 麻煩 剛剛你們的報告 還有今天專報內容都有提到 您剛剛也很 就是很榮幸的 也很用心的啦 說你們會跟Meta Google大型平台去建立這些相關的準則規範 那結果咧 現在 在搜尋引擎上面 你隨便打電子煙販售的網站 一搜一大把啦 各種品牌 各種口味 各種廣告的標語 不曉得副署長 您自己有沒有上網搜尋看看 這就是你們所謂源頭主角的成效嗎 到底這些商家有沒有 把國家的法規放在眼裡 這是怎麼回事 你們有沒有通報機制 你們到底怎麼跟這些業者平台來配合 報告委員 針對這個有關我們跟Google他們協助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協助這個 就是衛福部這邊 然後我們有綠色通道的部分 就是說各部會它其實基本上它只要有法源的部分 我們這邊都會幫忙 那如果沒有法源的部分 我們其實就是幫忙 電子業有法源嗎 有嘛 後面 對嘛 我們今天整個活動都是在講 有法源它要被禁止 就禁止得不好嘛 境外的部分目前沒有法源 我現在講的 您說 他把網站 我們今天找到一個問題喔 所以您現在 那您都有確定這些主機都在國外嗎 我待會回去就機場喔 那在國內的你們要不要處理 主機在國內的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配合 而且你剛剛的意思是說你們跟衛福部配合嘛 你們只是幫忙衛福部聯繫MetaGoogle 是這樣嗎 這就是你們能做的嗎 報告委員 我們還有另外做一件事 就是有關於點TW域名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處理 那經過衛福部查 查總會有一百 所以是用域名來算境外 還是用主機 基本上 副署長這個您是專家喔 您要了解喔 搞清楚喔 難道域名是TW主機就在台灣嗎 不見得 但是因為點TW域名可以在台灣 可以由TW域名可來處理 我這個 副署長您能不能針對現在這個狀況 一週之內提出一個 現在的 你們的這個現在查契的方式 跟衛福部配合的方式啊 報告委員副署長 不好意思我是副署長 這是我們部裡的司長 文聯邦 抱歉 因為就是域名的部分是我們部裡面在處理 那我們就是署裡面的部分 我們協助的部分 是針對就是說 跟Google他們就是 打 就是說跟他們 打聲招呼 其實有時候打招呼也是不容易的 還有我們有幫忙的部分是那個C2C的那些業者 然後我們也是會督促他們 副署長 我理解 我相信你用心良苦 但是我提醒您 谷歌公司的董事總經理 目前是賴清德總統府 俠下的委員會的其中一位委員喔 所以你們各個部會不要再用聯絡這些廠商很打招呼都很困難 這種方式來來回應 但我了解你很用心 這個回去處理一下 因為這還不是唯一一個年輕人遇到的問題 我都不放這些廣告 放這些廣告是違法 這也不是廣告 這就是年輕人會遇到在網路上看到的東西 再來還有更離譜的是 當然教育部有這個AI的準則 我們年輕人也很會用AI 但是結果啦 現在在這些AI的平台上面 你竟然只要問一個問題 AI幫你整理出所有的電子煙的網站啦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請教一下 教育部 衛福部 術發部 跟法務部的官員 到底哪一個部會來主折啊 AI幫他推薦電子煙啊 哪一個部會主折 我本來是說主席謝謝時間暫停 那已經停了 對不起 再給我一點時間喔 所以 欸教育部長站出來了 沒有我們 我們來統籌 我們 謝謝喔 教育部長 這個 真的很重要喔 一定要讓學生了解到在AI上面 有可能會得到一些違法的資料喔 不是AI給他導引的途徑 就是合法的喔 這個一定要好好的來處理喔 那希望可以統籌做一個處理 所以今天啦 我想教育部長你已經站出來了喔 教育部 衛福部 法務部 術發部 警政署都在 各部會代表是不是可以承諾啊 協同教育部去建立一個緊密的 校園焉害防治的機制 包含 介製後續的通路 剛剛其實有 萬元 委員有提到啦 這個現在是誰主折 就陰害 跟委員報告 陰害防治當然目前是衛福部 但我想 包含剛才委員所關心的 所關心的這一個 這一個電子業 因為我們有毒品一定要 通報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納入那個SOP的通報 後續 研議情形喔 這個跨部會的這個機制喔 希望一個月內可以書面回覆我們 好不好 那我還有一個緊急的這個狀 緊急事態要提醒教育部長 還有術發部長 其他同 單位同仁可以回去喔 那各位再三十秒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喔 看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啦 術發部通查網有個案外案出現喔 就是呢 我們這一次發現喔 術發部的這個通查網喔 不小心變成詐騙集團的廣告平台喔 變成關鍵字的累積 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各級大專院校 包含私立跟國立 都變成了詐騙集團連結的跳板 你隨便一收一大堆的學校 我不想念出來 待會你們自己回去搜尋 我們連結都會附上 這些東西喔 點下去呢 直接跳過去 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詐騙集團的 我不想念出來啦 超X部署社團啦 直接都是從校園裡面連過去 全部的東西都是 佩席 高佩席 連高雄市教育局都進去了 國立大學 到今天連台灣大學都進去了 這是術發部的這個通查網的一個案外案 部長我們現在這種寄生上流2.0啦 詐騙集團的連結 寄生到不只是我們的術發部的連結 連大專院校 這個台灣大學的都中招 直接變成什麼 直接變成詐騙集團的 詐騙王子啦 古海明燈 教育部長是不是 跟術發部 要一起聯手來處理一下這個問題 兩週內處理成果可不可以提供出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請會後啊 那個 教育部術發部 然後 跟這個葛委員再詳細的報告跟說明 謝謝主席 緊急事態大家一起來幫忙 謝謝